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受到了网友们的一致好评 女主方回 何鸿杉 在电视剧《匆匆那年》中 何鸿杉饰演的方回是何等的深入人心 这样隐忍绝绝的女子让人心疼 但是在匆匆那年之后 何鸿杉就走上了一条的白莲花之路 曾经在云巅之上 钟饰演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沈烟 《爱情进化论》中单纯善良 早追男主的小护士 人设是单纯善良 但其实这样的人最可怕 今年暑假热播得如一转 何鸿杉就很好地诠释了白莲花的这个角色 剧中的白瑞姬原是南斧琵琶技 一招得宠由梅搭影指指梅品 虽不是角色 但也是清新雅致的家人 原著中的重头戏之一双性胎儿就是梅品所生 这个角色心底自卑 性格尖锐 在宫中与人格格不入 网友梦看了后 也纷纷吐槽他饰演的这个角色 真是太可怕了 其实何鸿杉的演技也是非常好的 但无奈就是一直哄不起来 如今能够凭借主意转翻身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不过 这也反论证明了何鸿杉的演技是网友们认可的 相信他以后会有更好的发展 给观众们带来更好的作品 版权声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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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